張宣政二十八日出席國民黨全代會 期許強棒出集替藍銀迎回桃園 然而現在卻爆出農委會的研究案 涉嫌抄襲 農委會要深入了解 才能決定該如何處理 不過綠營可不想輕縱放過 那是不是讓我們了解 所有的相關的這些資訊跟細節之後 再跟各位報告 一隻手指指別人 三根手指指向自己 張三正及國民黨請標準一致 比照林智堅退選 開一個記者會 大概一兩個小時 好好說明清楚 然後讓大家問清楚 問到保 到底能不能經得起檢驗 藍銀態度低調表流 認為事實真相未查清之前 不能妄下定論 但是我們該不該 在看到報導的同時 就直接下定論 我覺得這個是不應該 我們尊重他說是誤解誤傳 這種情況這樣的說明 或者這樣的抹黑 是張黑打黑黑 張三正經報研究案涉嫌抄襲 再度在政壇引爆話題 藍營必挺到底 綠營則是要求農委會重啟調查 恐怕讓桃園選戰再填變數 華視新聞另外與學松前台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